我们到寺庙去大概不外乎有几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摩拜第二个求神问谱 祈求家庭平安身体健康或者是学业进步事业有成 那可是呢有时候我会在思考一个问题 当我们在拔杯的时候呢 其实那是请求神明给我们一个命运的一个方向呢 让我们有所遵循 还是说那只是透过几率的问题 在寻求一种自我安慰 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三思的问题 这是一种科学跟这个宗教文化传统的一种对话 也许等待人们去解答 不过呢我觉得摩拜这个文化在中国在台湾 是一个根深蒂固 而且是一个非常有精神安定力的一种行为 我在家里也不例外 家里的这个拔杯呢 还是把它拿来休期 不管它是作为艺术品 还是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寻求解答的一个媒介 总是它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而且密不可分是非常在我们精神上面非常让我依赖的一个用品 我喜欢它